自古而兵,人都想获得永恒,甚至帝王,想至术士,而他们都淹没在时间长河里,未有先者看得最清楚,孔子说是者如此,时间之中,是对生命的事情,庄子说白菊火系,时间之外,是对生命的豁达,日本的策记,生活美学,恰是对永恒的另一种理解,不上繁华,只知本人,以至于追求事物的初操, 而这和中国的禅宗有莫大的关系,人生如逆旅,我意是行人,永恒的永远只有自然之物,而这也正是中国的哲学之规,逆意领悟,扶养之间下以身,何不为无有之事,渐渐有生之涯,与岁月无争,是最高级的永恒,永恒来自于宿静的心念,北宋苏氏折去房州的时候,刘千叔带他游历南山,朋友,以山也只蔡燕请他, 苏氏品尝后,写下千古名句,人间有位是清欢,这位千古七才,在历经几福之后,终于持得人间清欢,不予是真,心无灼面,反途归真,心口如一,让心灵回到最真实的状态,我们所处的,这是他人所求的,纯粹的心, 让生命更加清澈,简单而肃静,让生活的更加真实与永恒,减少落花,净净落叶,人世间的骷髅起伏永远都相似,没有时间是永恒的,无音无俗,蝉蝉如解,生命的姿态,就是来自于心中情难的执念,我们曾向往的波澜壮阔, 到头来都会玩耳一笑,净水流生才是永恒的姿态,生活充满简单的心念,生命也可以无比的繁盛,不信你听山中沉中木骨,不信你看世间不依素缕,艳然不不生莲花,净借出空尘,不与时间争永恒,不俗与繁华,简单与复杂,看似对立,但却是辩证的统一,深情的人,看着这个世界的沉昆小夜, 静待这个世界的繁华沧桑,心中自然藏着一个大街人世界,墨上飞鸟,青翠四游滴,青翅有礼,蕴红如木兰,风洞如脸,鱼肃木之,世间万物都有诗性,听之,看之,送之,捏之,大道至简,大美无言,一简单的心念,成全生命的永恒,欲过天青,山色苍翠,看人物,迎绕山中, 自有些人开末,坏一幅心中山水,时而生疼,时而回旋,月山洞处,是千年的诗意,月山静处,是千年的坏意,一诗一话,全在心念,你心中有什么,便能看出这个世界是什么,心若清明,世界无尘,心若纷扰,尘埃奔扬,与岁月无争,就是最高级的永恒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